有一股油香飘出来了 大家好 这里是马克干饭日志 今天我们来到了肖山 去吃一家比较有名的真菜馆 大大味道 谢谢啊 您再需要吗 我们稍微过会要的 要的 段时间什么油腻的东西吃太多了 今天是想稍微健康一下 弄点真菜吃 不过好像我们也就点了两个真菜 来肖山吃饭 那是一定要点他们这里的白膻 它这个酱油是调理好的 这种就是酱油放了点麻油 再放了点大蒜蜜很香 这个鸡好吃 这个茄子好像有点小 没有肖山土菜的风格 维尔的真菜 点了他们一个胶板 就是胶板那种独有的 有点微甜的那种感觉 他们这里熟散大肠 这个菜香了 这个麻烦很好吃 怎么吃出一股酱肉的味道 哎 哎 这个猪耳朵跟别的猪耳朵不太一样 不一样 他自己猪耳朵 耳朵软一点 好吃 这个菜也很下饭 就感觉这道菜跟白斩 其实好像是 这边来好像每桌基本都点了 三鲜汤好像料有点多的嘛 肖山的这种三鲜汤 跟好三鲜汤又有一点区别 他们的都是那种蛋糕 但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 好了 浅尝黄色带自己的出来 哎呀 米饭给我们上一下吧 这里的菜其实说实话 也都是买下饭的下饭 怎么回事起来 有一股油香飘出来 好吃 这大肠拌拌也很香 吃点汁啊 今天米饭就不弄了 试一下他们这里的酒酿馒头 夹馍 长夹馍 吃点汁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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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皮弄点 这种葱包贵的灵魂 放根葱用胶白代替一下 好吃的 土菜吃多了西餐的感觉 肉口三鲜汤 健康一点 今天就要吃 嗯 就这样吧 OK 所以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那种 点赞加关注 下期 哎 你为什么吃完 白米饭都挖给你 对 龙米饭不弄出来的幸福 白米饭不吃瓜 要招雷批的那种 要不你帮我刮起来 哈哈 我还说你姐姐还是老婆回来 哈哈 龙米饭不吃瓜 哥哥是你个龙米饭不吃瓜 都是以苹果领出来的兄弟 何必这么计较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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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s 你是 尊重 你 谢谢